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去预录的方式 参加今天桥头堂场循环经济教育展示馆 以及城市爱务教育中心的开幕式 这座展示馆的前身 是高雄市定古迹桥头堂场原理法部 在台塘公司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春燕竹朝新农业团队 以及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的合作努力下 堂场的立法部摇身一变 成为台湾地作以循环经济为教育主题的藏馆 我想展示馆从原本的古迹整修而成 这本身就充分落实了永续循环的理念 在实践理念的过程中 更串联了地方的产官学资源 来成为地方创生的良好范例 因此我非常感谢台塘高科大以及高雄市政府 能够同心协力为永续发展扎根努力 作为行政院社会创新行动方案的推广者 我希望借此来鼓励各界能够多加支持 有志于投入经济社会和环境永续的朋友 只有在各地朋友加强连结 一同为在地环境来建立消费者问责 生产者当责的良善循环之下 我们才能够营造出对于地方经济和全球生态 都更友善的环境 进而达到SDG12 就是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循环等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也再次预祝本次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